特斯拉2021股东大会内容汇总 马斯克透露了超多信息 特斯拉2021股东大会是该公司历史性的时刻 在2021年第三季度交付了创造的新记录之后 大家都很关心特斯拉接下来的发展 在此次股东大会上 马斯克透露了诸多关于特斯拉的信息 现在支撤派为大家汇总报道 埃隆马斯克证实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现在超过了弗里蒙特工厂 不幸的是 他的朋友既没有太阳能也没有power wall 所以他们基本上在黑暗中冻僵了 18马斯克确认 FSDβ10.2有望在周五晚上 向拥有完美安全评分的车主推出